近日,陈冠希与导演与众演员协激进完美,参加亚美名展开幕。 在收访时陈冠希很严,燕照门事件让自己学到了很多,并悟出了人生碰到再大的困难,都有了客户的一天的心得。 燕照门事件爆发至今已经有三年多,陈冠希觉得这段痛苦的经历让她学到很多。 例如,以前在香港有人帮着处理家务,清洁打扫,我还常常开口骂工人动作慢。 事情发生后,我一个人要住在洛杉矶,自己打扫房子,熨烫衣服,料理三餐,还发现我自己动作也很慢。 我会骂我的工人说,为什么你那么慢,我给你三分钟就三分钟啊,那现在我自己真的在家,我自己给自己三分钟,一定不可以做到那个事情。 其实我要发15分钟,所以现在其实我看人,看事情,看世界其实改了好多。 他还表示,曾有一次,在做家务时领悟了一个道理,每个房间都有出口。 他很希望跟年轻人分享这个心得,人生碰到再大的困难痛苦和有克服的一天。 今天我可以走进旧金山亚美影展,就证明了这一天。 希望娱乐会有很多。 如果在我的生命没有那么多好的事情,还是不好的事情发生,我不会有今天的成关系。 然后如果我回头看之前,26岁的成关系,跟现在的成关系,我比较喜欢今天的成关系。 是因为我过了一个挫折,然后过了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事情。 然后让我学习到很多新的东西,然后重新看世界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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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